HELLO 大家好,我是部長,今天要來評論的是,誒,太陽喔! 最近在看 YouTube 影片的時候,影片開始之前有時候會出現廣告,我們創作者也是可以根據這些廣告去賺取一些些點擊的收入,現在市面上各廠商選擇使用 YouTube 播放廣告的機會也越來越多, 在這個講求大數據的年代,Google 也統計出 2018 年在台灣第二季,在 YouTube 上面最成功的廣告影片的排行榜,平常看到廣告我們就是在等這個按鈕,並不會很專心在看廣告在拍什麼,不過這幾支廣告影片並不是那種 30 秒或 1 分鐘的廣告都是約末 10 分鐘左右的廣告為電影,會給觀眾看一個故事,再來帶出品牌想要傳達的商業訊息。 所以今天就是要藉由這個機會,來帶各位來看看第二季之中,Google 排行榜上面前三名的廣告為電影作品。 第三名,你有事,我加一,純吃茶,蘇豪房廣告股份有限公司,點擊次數 453 萬。 純吃茶一直以來,TA 都是設定在與年輕學生族群在做溝通,並且是以 Try It 來做 Slogan,鼓勵年輕人不管遇到什麼樣的挑戰,就是試試看嘛。 有點類似 Just Do It 的概念,也將這個核心轉化成你就試著喝喝純吃茶嘛,刺激消費者去做一個購買行為。 因此,這次就是挑了三個現在年輕族群會遇到的一些困難。 第一個,就是去海邊衝浪,想要在衝浪板上面成功站起來的男子。 第二個,就是比較常看到的就是想要跟悉尼對象告白成功的男子。 第三個,就是比較符合現代年輕人想要獲得觀眾掌聲的街頭樂團。 最後再搭配網站做一個用漫畫來與朋友大聲告白的活動。 可以看到這個影片有很多音效跟特效的效果都是使用最近很多YouTuber或者是網路影片會常使用的。 像是這些閃電效果很明顯在製作上,也是想要用正確的語言去跟TA做溝通。 第二名,青春走聳。 Toyota 最新紀錄片,合圓行銷有限公司,點擊次數504萬。 這影片呢,Toyota 找來了金馬導演楊麗舟,來記錄獨立樂團Paisé少年的各團員在上台表演之前, 他們各自是如何在實現夢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 我認為每個樂團都一定會有一個很動人的故事,樂團在創作上也是都希望找到一個立足點, 不管是想要跟這塊土地有所連結,或者是想要敘說一些心理的想法。 而這影片呢,讓我們看到Paisé少年在創作之路上,希望從觀眾的心中, 造成什麼樣的啟發。 你們可能會想說,一個樂團故事是怎麼樣跟汽車品牌去做連結啊。 這廣告裡面呢,也沒有介紹說車子性能等等啊。 但這廣告其實最後要帶到的訊息,就是夢想不會自己接近,只能靠你向前進。 而Toyota 的車子可以帶著你,向你的夢想前進。 Toyota 的品牌標語就是Moving Forward,向前進。 所以這廣告讓我們先看到Paisé少年逐夢的故事, 看到這個往夢想前進的人生態度與Toyota 的品牌的理念是契合的。 這樣就可以在消費者心中建立一個, Toyota 是與你一起往前邁進的好夥伴的這個印象。 這樣就能達到這個廣告的目的啦。 所以其實不是每個廣告都是要告訴你產品資訊的, 像這種呢就是要傳達一個品牌的理念。 第一名,良好球。 中國信託,林智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點擊次數570萬。 中國信託一直以來都很努力的在做少棒的推廣。 從2014年開始舉辦全國等級的中信杯全國棒球錦標賽, 棒球是台灣的國球。 全台灣有很多學校從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都有眾多的棒球校隊啊。 在這個廣告微電影之中, 當然我們看到了宜蘭三星國小少棒隊的訓練樣貌。 一些偏向學校或者是處於弱勢的家庭, 很多小朋友其實家庭並不圓滿。 而在這棒球隊之中, 這些孩子可以找到生命中的快樂與成就感, 可以拋開一些生活上的不美滿,灰灑汗水, 追求很純粹的單一目標,獲勝。 在追逐勝利的同時,心境上也會有大幅的成長, 所以球隊已經不單單只是一支運動的球隊, 而是可以讓小朋友找到家的感覺, 讓這些偏向孩童的心中有一個新的歸屬。 而類似這樣的感人故事, 其次在台灣的很多學校之中都正在發生。 你可能一樣會想,這些孩子又不能開帳戶, 這個跟銀行的服務到底有什麼關係啊? 三星國小棒球隊這個動人的故事, 這些偏向的孩童在球隊之中找到一個新的家。 當然除了最重要的是要告訴觀眾, 中國信託在幫助這些偏向孩童, 以及哨幫運動發展上的一些努力之外呢, 另外一個就是要傳達一個家的概念, 讓我們會覺得把錢存在中國信託, 使用中國信託的服務呢, 會很像交一個大家庭的概念。 如同中國信託這個超級有名大家都會的這個slogan, We are family, 讓這個存錢到銀行裡面, 這個原本很死, 銅臭味很重的這個行為, 轉化成像是一個把自己的孩子, 也就是這些你辛辛苦苦賺來的這些錢呢, 交給一個值得你信賴的家。 這就是這個廣告想要傳達的這幾個, 比較感性一點的訴求。 好的,以上呢,就是這次2018台灣第二季, 在YouTube上面最成功的廣告影片排行版, 你們最喜歡哪一支廣告呢? 對於廣告想要訴說的, 有沒有突然腦洞大開的感覺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區留言, 留下你的看法喔,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喜歡這個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連輸LINE群的IG也可以都訂閱一波喔! 我是部長,不久... Out!